欢迎来到风行课堂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炒股想赚钱必备的条件 很多人现在炒股说实话 我预见的人大多数人是亏损了 当然了那么有一些在亏损的路上 有一些已经开始盈利了 就是开始开始回本了 但是注意你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 你会做得更加好 我们力求完美 炒股这个技术就是一规律的总结 那么本节课讲一讲 你真要想做到在市场当中立足 必备的条件是什么 注意那么要改变的是什么 你像我们为什么能年年盈利 有人说你盈利了吗 你可以来抖音直播间 看我每天的视盘 我每天都直播 对吧 懂了吧 我们告诉你怎么能做到 平静看涨跌耐心做股票 怎么能做到 每年都能有盈利 你不用说我要找个黑马 黑马也是拿出来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么多翻背骨 你拿住了吗 就给你个你也拿不住 何况有些你也上不去 好 我们先讲一讲 炒股必备的条件 第一 学习 那么很多人啊 他是不学习 他就感觉可以一夜暴富 在他来讲 所有的股票 都是靠懵 靠听 靠别人去推荐 靠问 这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在一入市 可以找人帮忙看看 但是通过几年的学习 要自己有独立操作的能力 那么我说过 就是说你在炒股人 这具备 首先接受新的东西 那么然后去改变 然后去提高 如果你改变不了自己 改变不了原有的亏损模式 那么请你离开股市 为什么很多人不亏钱 你一年亏两年亏 有的人甚至于做了五六年 你还在亏 哦 这不是市场的问题了 对吧 像一个人 就是挣不到钱 你记住 是你这个方法有问题了 对不对 试问一下 你想挣一百万 但是你就做了一个 看大门的工作 我估计你能去买彩票 你就要找一百万的工作 你想赚钱 就得找什么 赚钱的方法 那么现在平台这么多 有很多高手 学到一些实战性的东西 就是我说是实战性 很多人学都理论性的 就是说什么叫实战 就开了盘有底气 而你知道怎么去做 怎么去买 对吧 就是我们所说的 实盘应对 注意实盘应对 方位高 就说有人你看我 为什么我不去预测打盘 我在盘中就跟你说完了 这段有没有风险 你不用天天猜指数 到这里到那里 三千五百点 震荡了好几年 天天上三千五 下三千五 破三千五 是吧 对吧 震荡三千五 你看 天天就是个三千五 对不对 你这么多年这么刚到了三千六 所以说指数 只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体现 但具体 那么谁拉上了指数 谁是吧 影响了指数 你要去知道 我刚才讲了 你既然来到股市 不挣钱 找找自己的原因 去改变自己 提高自己 如改变不了 选择离开 好好学习 你像我这些专栏课 里边那十套课程 你学会了 绝对对你有帮助 有人说 你就一卖课件的 我跟你讲 我们课程不止这 课件盈利 我告诉你说 再一个 但是对你有帮助的 不要去抵触 很多人听了一节课 就说你这课不好用 你去看看 很多人都给我留言感谢 包括你看 在我的直播间 谁要说不好使 下边粉丝挖挖就说 人家都盈利了 都学得好好的 对吧 那就证明我这个方法 是有用的 所以说 你下点功夫 对你是有帮助的 不要因小事大 那么第二个就是 性格急躁 贪 这个炒股啊 你记住 耐心是一种美德 有时候市场没有机会 你就等等 而且有些机会不确定 你也等等 等来了机会 你在是吧 大张旗鼓的去干 你别试探性的 那么说可上可下 中仓了 万一亏损了怎么办 对不对 市场就为什么有时候 注意 有时候新手 比老手赚的多 为什么 当市场不确定 突然来个大反弹 这个新手啊 是吧 满着仓仓 他因为他经常 只要一涨就追进去了 中仓 而老手 他没上车呢 他买了一丢丢 他没看清楚 所以说老手 他比较紧慎 这就为什么 很多人就是急躁 他一旦出现大的亏损 就是第一个条件 就没用了 很多人一旦出现大亏损 他就不学习了 哪有功夫学呀 什么技术也没用 我都亏了 裤衩都没了 我得想回本 我得赶紧盈利 闭着眼睛都数 一个班 两个班 三个班 四个班 五个班 哎呦 能赚回多少来 是吧 到六个班 才能回本 天天那么想 所以导致他就天天去抓场 因为为什么 捂着一支刹 都来不及了 挣那个钱 懂不懂 这是第一 第二个要点 就是要 性格太急的 那么 属于浮躁性的 做不好股票 天天追涨 啥跌 第三 就是优柔寡断 特别是 跌的时候 涨的时候 你能看 当优柔出现 买入 上涨了 你就执行这个纪律 走坏了 除掉 所有的资金 都是数字 所有的 什么操作 就是执行这个纪律 而有的人是不执行的 那么你跟我们学股票 学什么 就学这些条件 上涨的条件 下跌的条件 然后去执行它 这就有人说 这老头讲课 真讲的卖力 但是竟讲以前的 对呀 只有以前的 我才能让你看到 它在这里 跌了 那么未来真跌了 它在这里涨了 未来就真涨了 我要告诉你这些条件啊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要只讲今天 那么你就建立不起这个条件来了 那么技术就是规律的总结呀 那么资金流入之后 就是要涨了 我告诉你 留意了 这是什么条件 对不对 懂了吧 这就为什么 有人炒股啊 你就 它达不到那个层次 所以说 像我们这些过来人 你永远记住一句话 不要和你不同层次的人去争论 去争吵 因为你们根本就是对牛弹琴 你们俩根本就高度不同 懂不懂 档次不一样 对吧 鸡同鸭讲 你讲出来这个 有人说你要讲讲今天 这股票说了 涨才好的 对呀 那么有些股票就是 今天做好了 我讲过吧 起爆点了 介入 你看我那个分时 这个专栏课呀 你把它认真学好了 你绝对 你就不会 亏损了 最起码 你知道进 知道退了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我这个 我跟你讲 我现在挂了十套 你再让我挂 我不给你挂了 这些就够用了 有人说 有人 我要抢 只在晚上整 我再给你挂个 五套六套的 对不对 十套八套的 不挂了 你把这个已经够用 老粉丝都知道 对吧 还想挂 后八量 对吧 资金流 是吧 板块资金流 个股资金流 对吧 等等 你看为什么不给你 你把这些学好了 他 我不用卖关子 学高手 有人说 你这炒五行吗 来抖音直播间 好风行故海 你开盘的时间来 平时我不直播 就是开盘直播 晚上八点直播 那么第四一点 对市场没 没信心的人 你记住 中国股市不会崩盘 那么现在 那么跌就是机会 你记住 风下都是涨出来的 你们就像现在 什么十板的 十一板的 什么什么马 什么西移 还涨那么多 关掉一个了吧 你看明天西移开盘了 你记住 天天这么涨的股票 它会这么跌的 懂吗 当风口来了 猪都能上天 但是 人比猪聪明吧 你要有一个度啊 你不能跟他瞎整 让他最后都是一跌停板 一跌好几个月收场 一地鸡毛 对不对 所以说 当你选股的时候 那么现在说 明年就要注册制 对吧 这已经是经济会议提出来 以前都是 是吧 这个小部门提 现在大领导提了 我们想到是不是要注册 那注册制利好什么呢 低位 低价 业绩 好 行业龙头 对不对 那这些股票要不涨了 那你看底下这些好票 你说我不会选 不会选自己做功课 这是你必修的课程 那么最后一点 如果你的资金够大 或者有耐心技术好 你也不用想一夜暴富 很多人就是一夜暴富 你是不适合炒股的 是吧 事情都有一过程 有的人 你看一年就做一两支 搂着抱着 加仓补仓震荡攀升 一旦加速 这些一年也挣不少 有的一年闭着眼睛翻倍 对不对 你像我们 你像老粉丝都知道 那么春节后 首先是 做了一个四川的那个路桥 还写了一首诗 在微博3月16日写的 对吧 你看 3月16日写的 3月16日在哪写的 就在这一天 看到吗 这支股票 3月16日写完之后 18号加的仓 18号可是 加的速 速速速 从5块多干到7块多 实际我们的成本是在这里 对不对 是4块多 所以这支股票 你看重仓 干了一个 是不是 那么 大家看到了吧 那么然后就打了一个金刚石的旋风 这个打的 是不是 你看 划过线 这个夹角 威形 这节课我在公开课讲过 对不对 你看到吗 是吧 夹角 你看 夹角威形 反爆 像这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夹角威形 那么 怎么打的 就掌停板进去的 那天开了一下 开了一下进去了 是吧 3块多 干到6块 这两支股票 就是 这个没事重仓 是吧 就百分之六七十 那么 那么现在吧 是今年这重仓打两支 那么现在就是再 收官阶段 再做一支就够了 你不用 追这个商这个 再有一支 拉二三十个点 行 齐活 今年 是吧 完美收官 就翻倍了 你看 就做了三支 就够了 有的人做了三百支 也没盈力 是吧 这庄家不收年年 天天追涨杀跌 对不对 所以说 做股票 心态 技术 机会 你的底气 非常关键 有人说 该买不卖 该出不出 该等不等 该看不看 实际啊 有的人不是心态的问题 是你的技术 方法不对 有的人开盘 连最基本的 看盘都看不懂 你还去抓掌停 你这都懵的 首先 你得看出 你的股票的波动 你像我们 我们讲 你看 分时战法 在专栏里 对吧 一到六十分钟战法 这是看量的 分时干法 分强弱的 是吧 一到六十分钟 看趋势的 那么起爆点 是吧 看资金流的 多少 起爆点 逼杀机 我还给你教过你 分时 净架十三招 十三式 用净架 可以看 然后 短线八量 你说这些课 我不信 你要是把它系统的 连贯起来 绝对对你有帮助 好好学 你记住 人这一辈子 你就是不停的学习 干什么就像什么 授业有专攻 最后送一句话 是吧 我们说天道筹勤 地道筹善 是吧 商道筹 我们说的商道筹成 业道筹精 筹精 是吧 授业有专攻 你干什么就像什么 别整个半瓶做 有人炒股 到现在都不知道买卖点 先别炒 学会了再炒 亏的原因 就在于你自己 不会来了 是吧 你是改变不了他的 所以说很多人 你没法改变 他根本他就不信 当你亏损出现多的时候 他静不下心来了 他现在就满市场的找 能让他翻倍的人 别信这个东西 我真要翻倍 你就去找那个 上猫猫网 什么这个宝 那个猫的 你去找那个卖被子的 多买几床 天天往上翻 那估计就 好 开个玩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留言 天天赚钱 谢谢大家